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与邻国在和平 稳定且互惠原则下共存 竟然将大陆称为所谓邻国 实际上是鼓吹所谓两国论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强调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抛出夹带所谓两国论的言论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肆意的挑衅 邪恶的行径 必将招致正义的行动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是8月31号在一个论坛上 发表上述言论的 几天来 这番论调也在岛内遭到痛批 蔡英文8月31号在所谓凯达格兰论坛 2021亚太安全对话致辞时声称 我们也努力与所谓邻国合作 防止台湾海峡 东海及南海爆发军事冲突 视频中蔡英文用Neighbors称呼台湾周边 但在中文版的发言稿中却俨然改成邻国 这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里的邻国很明显指的是大陆 如果这不是所谓两国论 那什么事 赵少康批评蔡英文 只敢做所谓两国论快闪足 因为他怕美国教训他 逼他收回 那我观察参与五年多来就是 他们并没有公开说要宣布台独 他不敢 也没有这样做过 但私下你整个做法都是向台独倾斜 你就大胆的讲 两国又不敢讲 闪闪躲躲 所以我讲他是一个两国论的快闪足 闪一下讲一下 同一下同一下 那这样真的真的好吗 真的能够维持两岸的和平吗 国民党方面9月2号表示 蔡英文所谓的邻国论 可以说激进所谓两国论的翻版 再次挑动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 一向以来在两岸议题总是打擦边球 这些都无助于目前两岸关系的改善 民进党政府很迫切的要转离 他抗疫防疫民生凋敝的焦点 他已经因为抗疫防疫造成民生凋敝 上进民心 所以这是他一个转离焦点最好的方法 就是又激起两岸的对立 激起反中抗中的情绪 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也批评 蔡英文和民进党推动所谓台独以不是新闻 他认为所谓文化台独篡改历史 制造很多错误观念才是最严重的 毒害我们的下一代根本抹去真正的历史 这就是民进党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他就是要搞文化台独 搞真正的台独 中时电子报2号刊登的一篇社论称 民进党总打擦边球非常危险 那一天不小心将球打出界外 将是台湾人民遭殃的日子 也终将成为历史罪人 蔡英文日前的这番 夹带所谓两国论的论调 继续所谓谋独挑衅 极具危险性 在台湾引起很大波澜 岛内各界的踏法声不绝于耳 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毫不客气地指出 蔡英文站在红线上 搞所谓的政治冒险 他表示 蔡英文已经是第二任期 他做什么政治大冒险都有可能 要予以警惕 特别是如今民调不佳 蔡英文现在讲的话 都是在为明年县市长选举做准备的 以免到时选举失败 自己提前跛脚 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峰也指出 蔡英文夹带所谓两国论的论调 此举越发让人看出 所谓绿毒的民进党当局 内心深层的恐惧 所谓台独分子们非常清楚 在当前大陆和平崛起 美国力量正在收缩的新阶段 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美国精心打造的所谓 第一岛链战略防线 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瓦解 所以蔡英文和所谓独派 可以说是整天魂不守舍 生怕自己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伦 无情碾压 台湾联合报的评论痛批 蔡英文若想借这番言论 让所谓独派支持者为他加分 或可达成目的 但在一场以安全为名的论坛上 这一通发言 无论是故意打擦边球 还是无心引发不必要的误会 都会让情势变得更不安全 完全是一份不及格的发言稿 台湾不少网友 对于蔡英文这一次 不折不扣的挑衅言论更是不满 他们指出 明眼人都知道 民进党用话术想再诈骗 选票也会跟着近代 但千万别把台湾 以及台湾民众的未来当赌注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从国台办获悉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8月31号 约15.6万余名台胞 在大陆接种了新冠疫苗 累计报告接种逾29万几次 而在台湾地区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号公布 岛内又新增13例 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案例 其中8例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 另外5例为接种莫德纳疫苗后死亡 台湾中时新闻网3号报道称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想表示 新增的8例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死亡的个案 年龄介于40至92岁之间 于接种后6天至34天死亡 5例接种莫德纳新冠疫苗后死亡的案例 年龄介于54岁至83岁之间 于接种后11至57天死亡 另外 台湾地区还新增30件接种新冠疫苗后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以及37件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截止9月2号 台湾地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11004240剂次 其中阿斯利康疫苗接种660万0608剂次 莫德纳疫苗接种375万0675剂次 台湾高端公司自产的新冠疫苗接种 仅为65万2957剂次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透露 全台湾目前还有大约21万剂高端疫苗库存 由于指挥中心跟高端公司 已经签订了500万剂新冠疫苗的采购合约 接下来还会稳定供货 因此决定到9月6号之前 让民众可以免预约直接接种高端疫苗 以往你要靠一通电话 或是拿着你的健保卡到诊所就能打疫苗 不用上网登记 都必须要是残疾用抢的 但现在有一支疫苗开放 你直接拿健保卡到部分的诊所 就能直接接种 但只有高端 先站定到9月6号 主要就是我们也在观察打的一个效果 然后也不会妨碍我们打第二剂的一个人数 对于岛内前一轮的高端疫苗接种 民众施打意愿持续下滑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确实县市卫生局有提议 让民众能够直接施打高端疫苗 因此上一批没用完的高端疫苗 在诊所退回卫生局之后 现在又可以申请领会 让民众施打 那威恩局其实是好心 就是说那如果有民众想要打 那其实都可以打 我们就基于这个原则来做开放 只不过民众不用预约后 又得到现场排队 这样做有机会提升高端疫苗的接种率吗 为了提高民众施打高端疫苗的意愿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可谓费尽了心思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第一批 93.2万剂复辟钛新冠疫苗 在9月2号运抵台湾 作为采购方之一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因为还在隔离期间 未能到场接机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趁机表示 下批疫苗到货时 希望能跟郭台铭一起迎接 但郭台铭的子弟兵 台湾民众党及民代高宏安直言 陈时中的话根本是宣兵夺主 首批复辟钛新冠疫苗运抵台湾 相关人等一字排开 但是却见不到全程参与疫苗架构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身影 鸿海董事长郭董事长还在 应该他还在居家检疫 在旅社居家检疫 那我也非常希望下一批来的时候 他能跟我们一起再到机场去迎接 我们的第二批的疫苗 陈时中主动邀请郭台铭一起迎接下一批疫苗 听起来颇有诚意 不过身为郭家军的民代高宏安不领情 毕竟购买疫苗的是郭台铭等人 陈时中是接受捐赠单位的人 他来发邀请等于是宣兵夺主 不要宣兵夺主 所以怎么会是说由政府来出面说 好像变成是收礼物的人来邀请送礼物的人来接机 基本上这都是一种礼貌跟感谢 我们还是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 在做这件事情 似乎知道自己话又讲的太快 陈时中三号没有再多解释 就怕越描越黑 台湾长荣航空最近五天已爆出三名机师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他们都已经打过两剂疫苗 其中一位机师又在传染给儿子 导致其就读的学校才刚开学就立即全校停课 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 岛内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管理恐怕依然存在破口 桃源寺的一例是其中一位机组员的小孩 才刚开学又爆出棘手的本土新冠病例 而且与台湾长荣航空的机师确诊有关 据台湾媒体报道 长荣航空在五天内已经有三名机师先后确诊 航线涉及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美国芝加哥等地 在匡列接触者进行裁检后 发现其中一名机师已经传染给了儿子 而且CT值很低 只有11代表病毒量很高 全校就需要停课 需要停课的 那之所以这样是我们当然是高度怀疑 这有可能是Delta的病毒 有一位有一位机师 他是就跟太太太 那另外是太太跟小孩 那太太现在目前是阴性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三名长荣机师都已经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 高度怀疑他们感染的是新冠变异毒株 德尔塔造成突破性感染 指挥中心再次绷紧神经 原本9月15号才要上路的机组人员 加研检疫措施 改为9月3号起立刻实施 根据岛内此前的相关规定 长途航班机组人员若是接种完两剂新冠疫苗达到两周 抗体又验出阳性 反台只需要进行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防疫变严格后改成了五加九 也就是五天的居家检疫和九天加强自主管理 其中第五第九第十四天需要进行总共三次裁减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特别规定 从美国芝加哥航线入境的机组人员需要集中检疫十四天 这三位都曾经有到芝加哥的一个机场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站 所以我们在要求长途公司对于芝加哥的外站的管理要特别的加强 眼看台湾防疫警戒措施才刚刚降级不久 又疑似出现了防疫破口 桃园 新北 台北等地不敢大意 桃园市进入加强版二级防疫警戒 包括集会活动人数上限下调为室内五十人 室外一百人 超商卖场的人流也加强控制 医院和老年人照护中心禁止探病 另外所有中秋节活动也都被叫停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则是再次搬出了五大因应措施 除了加强防疫旅馆防护 增加医疗量能 尽快完成学校的新冠疫苗接种 也呼吁规划第三剂疫苗接种 和境外生入校前一律先做免费的PCR检测 跟台湾的教育局大家一起联系 有没有新北市的孩子们就读那个高中 有没有他们在这里面有共同的时机 侯友宜也宣布 新北市和台北市一年一度的 河滨公园中秋烤肉活动 目前暂不开放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指出 新增的这几个感染个案 代表岛内的防疫措施可能有破口 机师的入境管理恐怕要检讨 这个机师感染还会传染给他儿子 这个就表示说有破口了 机师的这种边境管理的SOP 可能要再做个检讨 柯文哲并提醒民进党当局 机组人员加强检疫的措施 能否奏效还是未知数 其实是久我们要提早实施的 这个机师的管理办法 你知道吗 如果套用在目前的这个案例 到底还是还会造成缺破口 你知道吗 这个要再研究一下 岛内防疫警戒降级不到两个月 桃园再度亮起新冠病毒入侵警报 各界只希望上一次的防疫破口 造成的疫情大爆发 不要再次上演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战已经开打 各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 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近日在接受台媒专访时 提出要以社会力取代所谓政治力 以六项社会管道 让两岸交流更密切 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朱立伦感慨 在台湾 中国国民党最有能力维护两岸和平 然而曾几何时 在民进党的扭曲下 制造两岸对抗的变成所谓爱台 而追求两岸和平的却变成所谓卖台 这是哪门子道理 他指出 中国国民党目前虽然没有主导力量 但也要扮演两岸和平促进者的角色 因此他提出两岸六大社会力交流 包含文化 城市 学术 商业 宗教 体育等 朱立伦说 以体育交流为例 2022年有七大赛事在大陆举办 难道台湾要拒绝参加吗 不去交流吗 朱立伦表示 在疫情缓和后 愿意亲自去大陆交流 他还特别举例表示 第一届海峡论坛 就是他当副主席时带队去的 中国国民党绝对不能变成小绿 都跟着民进党的做法 不然跟民进党有何区别 此外 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 张化县前县长卓博元 二号接受台湾采访时 说明了他参加党主席的信念 一个是民生 一个是和平 他痛承民进党的防疫 就是一党一人之私 黑箱作业的防疫 也强调九二共识 对于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两岸最重要的和平基础 就在于九二共识 虽然九二共识已经30年 但是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而减损它的重要性 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深化九二共识 把视线转向北京 9月3号 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民革北京市委和台湾中华同乡总会 共同主办的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两岸书画交流展 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 两岸艺术家以书画会友 纪念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 加强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 本次两岸书画交流展 旨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 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优良传统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开幕式上 北京市台联会长高峰在致辞中强调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 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 不能断 不能少 台湾中华同乡总会荣誉总会长 台湾福建同乡会总会长 黄点本先生不远千里 将30多个台湾同乡会 以及艺术家团体的300多幅书画作品 从台北带到了北京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这次特别带了台湾的乡亲的书画 每一张画里面 其实都是台湾的艺术家协会的会长 及我们福建省也参展了100多幅画 黄点本先生在开幕式上 向台湾会馆捐赠台湾书画家作品 两岸一家人家和万事兴 而作为台湾福建同乡会总会长 黄点本说起自己的家乡 眼里话里都充满了自豪 然后这个陈伟德呢 福州人大书画家 然后这个呢是台湾本地的 但是呢他是我们闽南人 古乐鲜良嘛 台湾的根在大陆 尤其在我们福建 所以我们这个福建同乡在台湾 是有几百万相星 台湾人就是福建人 多多文化交流 两岸自然就好起来 就着力团圆了 福建省老年书画艺术协会 台湾八名书画协会等 共同参与举办本资画展 福建画院和福州画院等 福建省艺术团体 共有近百幅书画作品参展 好了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天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管义 我们下期再见